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趕快喔 理論上這個星期課程要結束對不對 理論上啊 理論上 因為下星期一 二不就是學測模擬卡 但我也是 只考模擬卡 學測已經不是重要的東西了 只考模擬卡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講族群遺傳啊 是嗎 那會是在147頁 146 147頁 我們上次跟大家說到 我還是講一下 我們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說到這個 演化 代代相傳略有不同 那其實它這個不同呢 就是來自於變異 變異就是突變跟遺傳物質的再組合 那可是呢 變異產生了各種可能性 但是它能不能夠適應環境 所以你就要看這個天者的力量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提到 這個Selection Force 所以天者的力量會對抗哪一種 會把哪一些給淘汰掉 那被淘汰就沒辦法繁殖 活下來的就可以繁殖 所以活下來之後 當然這個後代就會比較像清代 那如果說生出來不像清代 又會再被環境給淘汰掉 因此我們就會具體呈現出來 所以上次有沒有跟大家說 這個生命線上的話呢 可能是代謝生長升值 代謝生長升值感應 運動跟適應 那但是運動的話 就放到感應的印裡面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這個嗎 然後適應 那但是呢 放在這邊也顯得不倫不類 因為生命線上探討的是個體 可是演化探討的是組群 所以當我們在講這個適應的時候 指的是生物能夠適應環境而有演化的現象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146頁 我們上次就跟大家提到這一邊 那但是呢 我們講到這個工廠冒黑煙 環境變黑黑而變多 我們講到動物有長毛的短毛的 然後環境變冷之後 短毛的被淘汰長毛的留下來 那在我們舉的這兩個例子當中 原本各種毛長都有 到最後都變成長毛的 原本各種體色都有 到最後都變深色的 那請問這個族群有沒有發生演化的現象 應該是有對不對 不然我們講演化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他們當例子 那但是你能不能夠很精準的反應出來 它真的有發生演化 這個族群有沒有演化 那個族群有沒有演化 演化的速度是怎麼樣 演化的程度很大嗎 所以其實我們就要有一套比較精準的方法 比較亮畫 欸 班上今天有做滿耶 哇 好厲害 跟你們拍拍手 不是只有你們啊 其他扮演是一樣的 好像到從前頭開始就從來沒有做滿過 好厲害 好 我們就不管這 來繼續看 147頁 所以呢我們用什麼方法 能夠比較精準的 把這個現象給描述出來 結果呢我們竟然要用到 當然是達爾文也沒有去思考到的 這個演化裡面的部分 或者也不能說達爾文沒有思考到 我們上次有沒有問大家 達爾文是比孟德爾還要早期的人 對不對 那就算跟孟德爾同時期的人 大家也不懂遺傳 那以此呢 我們再重說一次剛剛的例子 工廠冒黑焉 環境變黑 深色而變多 我們感覺上它有演化 但是感覺不準 要能夠量化 要能夠探討 要能夠進步跟比較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OK好 深色而變多 那表示什麼 表示天責的力量會把淺色而給淘汰掉 可是它之所以是深色而跟淺色而 是因為基因的關係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基因 深色而的基因變多 淺色而的基因變少 那深色而的基因 在深色而變多的狀況之下 深色而基因的頻率是不是就上升了 然後接著來深色而 跟深色而去繁殖 理論上會生出深色而來 如果它不小心生出了淺色而來 是不是又會被環境給淘汰掉 所以聽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有聽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天責的力量是作用在表現型 Phenotype 而不是作用在基因型 不是作用在genotype 因為基因型會有大A大A 跟大A小A 可是它都是深色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到 你在這個圖群當中 當環境變黑 淺色而容易被吃掉 所以深色而跟深色而交配的機率就高 因為淺色而被吃掉 那深色而跟深色而交配之後 生出深色而的機率也比較高 所以呢 其實你說它們是一個族群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演化的基本單位是族群 然後呢 族群是由個體所構成 但是你從剛剛的角度來看的話 所以其實個體不過是一個囊帶 是一個外殼 重點是在於囊帶裡面 跟這個外殼裡面的基因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重點是在於深色的基因 讓它有深色的性狀 讓它能夠在這個環境當中存活下來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講到 這不是達爾文探討的領域 因為我們試著從遺傳的角度 來精準的描述跟計算 這個演化的現象 所以呢我們要繼續往下講之前 就要看到一下147頁 所以我們講到population族群 那我們講好幾次的族群 是我們探討生態跟演化的時候的 基本單位 那族群的話 除非我們特別講 不然我們指的是現在 它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之內 同種的不同個體所構成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會看到族群是好多的個體 但是我剛剛能換一個角度來談 族群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一個的個體 一個一個的囊帶 裡面裝的是基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生物為什麼 或者你怎麼判斷生物是不是同族群 在同一個時間內 分布在特定的區域內 然後同種的個體 或者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他們有繁殖的潛能跟可能性 那我再重說一次 如果我們剛剛講到 每一個個體的重點是基因 而外面只是一個皮囊 那麼這個皮囊 無所不用其極 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皮囊內的基因往下傳 那怎麼樣往下傳 當然因為經由繁殖 什麼叫做繁殖 你就可以想像 每一個族群裡面的每一個個體 就是一個球殼 或是一顆球 然後裡面裝了基因 翻吃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上帝的手 對不對 還是你覺得是丘比特 或者是月下老人所願 然後他就生下來 然後這樣摸殘摸殘 摸到一顆球 然後手再生下去 再摸殘摸殘 再摸到一顆球 從這一顆球拿一半的基因 這顆球拿一半的基因 然後再賦予它一個新的殼 再把它丟回去 這時候裡面的球是不是變多了 那這個過程是要繁殖 大家知道我會講什麼嗎 當繁殖要進行的時候 那個來自於上天的手 他有機會抽到你這一顆球 你就是跟大家同一個族群 如果他手伸下來沒有機會抽到你 那你跟他們就不同族群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族群 147頁第二個出體字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族群不是看到一個一個個體而已 而是看到一大堆的基因 然後中間就有可能經由排列組合 然後組合出新的遺傳組成 然後再給它賦予一個新的外殼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147頁 所以當我們在看族群的時候 我們可以理解到這個看起來的話呢 是所有基因的總格 那我們就把這個稱為基因庫 或者我們可以說換句我剛剛講的話 什麼叫做族群 什麼叫做你跟別人同族群 你跟大家在同一個基因庫內 跟大家做同族群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客人的定義你自己看就知道 我不用特別講 那但是基因庫的話呢 現在有一些人喜歡把它翻成基因池 就是池塘的池 用池的池 水面庫爾的庫爾 因為它的英文就叫基因庫爾 叫基因庫爾 那另外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看到 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談 這個演化跟遺傳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族群遺傳 而且這是我們這個小標題 我們就在裡面計算的是裡面的基因 或者我們講這個allel 就是等位基因或對偶基因的頻率 再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問題 就是這個環境變黑 黑色而變多 你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就是天則的力量 雖然作用在表現型上面 但是真正的重點是 淺色基因被淘汰掉 深色基因留下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呢 既然它是基因的頻率會發生變化 因為我們剛剛講 淺色基因被淘汰掉 就表示它的基因頻率低 它的基因frequency就比較低 深色基因被保留下來 所以深色基因的Gene frequency就比較高 那我們再換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描述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147頁的下面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這個就是由這個數學家跟醫生 就是哈蒂跟溫伯格 所以提出來的話 就把他們的性格取一個字 就叫做哈溫定律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環境是變動 這個每一個個體所佔的比例 當然每一個個體所代表的性狀 所佔的比例都會改變 但是我一開始就看這麼多的 變動的因素的話 我們就會沒有辦法看到問題的本質 所以就好比你們學物理智慧 什麼同溫同壓同體積的理想狀況之下 化學術也是 但是我想你應該知道 在自然界當中 你去哪裡找同溫同壓同體積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講這個時候 我們也搞了一個理想族群 同溫同壓同體積的理想狀況之下 我們講的是基因頻率不改變的 ideal population的理想族群 那我們就來試著理解一下 跟算算看 它的這個基因改變的狀況 或者是基因不改變的狀況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往下說 我們先把這個例子講一講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在147頁的下面 還有翻過來的148 149頁這個畫頁 那你到野外去觀察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有這個草本植物的族群 然後呢總共有500個個體所構成 然後這500個個體的話呢 你經過仔細的研究你會發現 然後呢在500株當中 其中有20株 其中有20株它是白色的 20株是白色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我們看到 480株是紅色的 好有20株是白色 480株是紅色 所以呢其實我們馬上就可以計算 對不對 你是不是馬上就可以計算 那麼這個白色在族群當中所佔的比例 是不是就是500分之20 然後是不是就等於0.04 對不對 那紅色所佔的比例的話 當然你以前要0.04就是0.96 或者你可以說是500分之480 好 那到這邊為止的話呢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都有表現型 但是剛剛不是說嘛 表現型是合基因型決定的 可是我們去野外調查的時候 就大家以前就知道 紅色你看得出來 誰是大A大A大A小A嗎 看不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為了要計算 而且我們剛剛說 我們是設計一個 同一同樣同一級的理想狀況 所以假設我們跟神借了一雙神秘的眼睛 一眼就看出 哎呀 480株裡面 我們竟然一看就看得出來 360株跟120株 有沒有看見 100這個48頁的上面 有沒有這個數據 假設我們一看就看得出來 其中的這個320株 它的基因型是大A大A 然後呢 另外的160株 它的基因型是大A小A 課本是用紅色嘛 就用R大A大A小R 你等一下聽我講完 你就看看會不會知道 我為什麼不用R 而且我們大家現在只是講一個 這個model 就是講一個模式來決定 用大家最小的 其實藍色就是不太清楚 好啦沒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說 這是跟上帝借的雙眼來看的嘛 對不對 因為本來就平常是看不見的 好 平常我們只看得到 20株白的 480株紅的嘛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現在跟上帝借的雙眼 欸 竟然看得出來 480拆成320跟160 其中320大A大A 160大A小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計算 所以呢大A大A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大A大A所佔的比例 是不是就變成0.64 等於5百分之320等於0.64 這個沒錯吧 還蠻簡單的 然後呢5百分之160這個是等於0.32 好到這邊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去調查之後可以看到表現形 然後跟神界的一個雙眼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 不然一般來說我們只看得到0.04跟0.96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進行其他的計算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們來算什麼 我們來算這個大A所佔的幾率是多少 那我們要算大A所佔的幾率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 因為我們有五百個個體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形狀是由一對因子決定的 所以呢 五百個個體裡面每一個都是大A大A或大A小A 一對因子就是兩個基因嘛 對不對 兩個對有基因 好不管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我們就是乘以2 因為五百個個體總共有一千個基因 就這個基因來說 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這個等位基因來說 好然後呢大A 我們要算大A所佔的幾率 那我們要怎麼算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跟神界的雙眼 我們看到這兩個數據 所以我們是不是看到320株是大A大A 所以呢320株 然後呢是大A大A 所以是不是要乘以2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160株是大A小A所以乘以1 然後呢20株是小A小A所以乘以0 大家知道我會說什麼 那個太蠢了就不用寫 所以從這來看 你是不是算得出來 大A所佔的頻率是0.8 對吧 對吧 640再加1680 好 所以要800 這樣可以 那麼小A所佔的比例 你是不是就會知道 就是1-0.8就是0.2 因為你這個不是大A就是小A 對不對 或者算了 不要這樣了 算一下 所以是不是一樣 500乘以2分之20乘以2 然後再加上160乘以1 再加上320乘以0 對吧 所以算出來的話等於 對 好到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都很簡單 對不對 對 到這邊的話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 那到這邊的話需要數學家跟醫生嗎 好像不用嘛 可是剛剛不是說數學家跟醫生 對不對 所以他們提出來的什麼 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不過你不用擔心 因為學生物的人數學都蠻差的 所以我們在生物課上面交流數學都很簡單 對你來說都失蹤很重要 記不記得孟德爾 跟他同時期的人 不懂他的原因有非常多 他不是有名的科學家 別人觀察的是連續變化 是連續變質 他觀察的是這麼高這麼矮 這麼遠這麼重 他觀察的是分離變質 我幫我們跟大家說過 還有一個致病症 雖然是他成功的因素 就是他引進了高深的數學 大家還記得嗎 什麼1比2比1跟3比1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趕快也看一下高深的數學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假設 那我們可以假設什麼東西呢 我們可以假設 因為這個我們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大A跟小A算得出來 因為我們跟神界的雙眼 可以看得到藍色的區域 不然我們應該是看不見 對不對 我們應該只看見白色20株 紅色480株 所以呢 那科學家他就很好奇想要說 我有沒有一種可能 我就算沒有跟神界雙眼 或者神的雙眼不借給我 我只觀察500株裡面有20株 白色跟480株 紅色我就可以把0.8跟0.2算出來 有沒有可能 所以他就開始設 假設 大A的基因頻率假設為P 那麼小A的基因頻率假設為Q 對不對 我是就先設這樣 好 所以當我設這樣之後 我就可以寫一個很簡單的方程式 因為就這個基因來說 我要嘛就是A要嘛就是Q 所以我P加Q會等於1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嗎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從數學的角度來理解 或者從生物的角度來理解 既然P加Q會等於1 所以P加Q括號的平方也會等於1 對吧 你從數學角度來講的話 P加Q括號的0次方 100次方都是1嘛 對不對 那但是0次方跟100次方 他數學上的意義是什麼 那平方數學上的意義又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停一下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奇翻方格 大家還記得嗎 好 假設這個在一個繁殖的過程當中 對熊配子而言 要嘛他是大A 要嘛他就是小A 所以呢 這個族群當中有可能配出來的各種可能 是要嘛他就大A 要嘛他就小A 要嘛他就大A 要嘛他就大A 要嘛他就小A 要嘛他就大A 他配出來的各種可能 是不是大A 大A 大A小A 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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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這就是大家國中的時候學的很熟的 1比2比1 或者是3比1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嘛 好 那我之前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你大概在國中跟在高一應該都已經學過一次了 然後我們之前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空跟大家講 其實二項是 其實奇翻方格是二項式展開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奇翻方格是夢得很厲害 畫時代的重大共生 因為你如果不畫奇翻方格 你從數學上來看 你這個要變成什麼 這個要變成 A加B 乘以A加B 等於A加B 跨側的平方 等於A平方 加2AB 加B平方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 量的遺傳 多基因遺傳的時候 有遺到 還是應該都不對的講 好啦 我們先不管這個 大家就好在說什麼 所以呢 大A加小A 乘以大A加小A 熊配子 要嘛是大A 要嘛是小A 磁配子要嘛是大A 要嘛是小A 乘出來的各種可能就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P加Q跨號的平方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剛才說 你要從數學的角度來理解 我想應該很簡單 因為你的數學收尾都很好 而且這個部分是理學音式分解的時候 最入門最基本的公式 是不是 參加囉 好 所以呢 我們設的方程是P加Q等於1 然後接下來P加Q跨號的平方等於1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會把它展開 對不對 我們把它展開之後就會得到什麼 就會得到P平方再加上2PQ 然後再加上Q平方會等於1 那從這來看的話呢 這就會是什麼 P平方就是那個對不對 所以P平方的話我們得到的 它就會是P平方 這個就會是大A大A 然後呢這個2PQ就是大A小A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這裡沒有寫 因為一看就知道所以就沒寫 然後這個 就是大A大A大A小A 那這個是小A小A 對不對 這個是小A 好 那再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實際狀況來看 這個是不是紅色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白色 對吧 好 那神的雙眼界完了要還他了 我現在應該要先去把那個藍色的地方查掉才可以 好 來 快點 快點快點 數學家跟醫生提出來這個東西 那覺得說 這好簡單耶 再回到剛剛那句話 這好像也不需要數學家跟醫生來提 對不對 你也做得到 沒關係因為你是潛在的數學家跟醫生 是不是 然後我們先不管這個 來從這來看 請問 快點 那個神的雙眼我們已經還他了 我們就從這一個 我在推導過程當中 你覺得簡單的不得了的公式 有沒有人可以把那個算出來 好 沒關係我慢慢引導 是不是 還是慢慢給你時間 雖然說我們已經沒有時間 來吧我們來看一看 從這來看的話 我們剛剛是畫了紅色底線 除非我們跟神借了雙眼 不然的話這兩個混在一起我們看不見 我們只知道這兩個加在一起是480 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個是20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不管我們講的這個genotype frequency 就是基因頻率1比2比1 或者是phenotype ratio 沒關係 是3比1 你有沒有發現1比2比1跟3比1 有一個不變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比1 為什麼 因為隱性的基因型比率 就等於它的表現型比率 這樣知道答案了嗎 我這樣已經暗示得很清楚了 隱性的基因型頻率 就等於它的表現型頻率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見了 從這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 小A小A等於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那一邊 小A小A等於白色花 等於0.04 這個沒錯吧 這個不用跟神界雙眼也知道 對不對 小A小A等於白花等於0.04 小A小A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等於什麼 它等於Q平方 沒錯吧 這樣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小A小A是白花等於0.04 小A小A就繼續上來看是Q平方 所以我們要從隱性來看 因為顯性有同基因型跟異基因型 對不對 顯性有同型核子跟異型核子 有homocicose跟tfocicose 所以其實混在一起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隱性的基因型比率 就等於表現型比率 所以小A小A等於白花等於0.04 等於Q平方 所以Q平方等於0.04 那麼Q等於多少 那我們跟大家說 學生物的數學很差 所以這個數據要滿就0.04 要滿就0.09 要滿就0.16 要滿就0.25 要滿就0.36 要滿就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那幾個而已 你太複雜的東西 學生物的人拿來光是沒有辦法 沒有這麼好的CPU 也沒有這麼大的RAM 對不對 所以其實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這樣 這樣知道 Q等於正負0.2 但是基因頻率等於負0.2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無法參透 所以只好接受它是正 對不對 所以它是0 這樣OK啦 男人就說真的嗎 那我把它帶回來就可以算P 不是 幹嘛要戴這個 幹嘛戴這個 戴這個不就好 大家知道我在搜索嗎 對不對 所以呢 P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來 就等於這個程度 對不對 是不是畫一個這個表示自己的E 畫這個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要亂畫 不要亂畫自己不同的字 不要亂畫自己不同的符 欸有沒有發現 那神的雙眼他還蠻小氣的 或者不是他小氣的 他慈悲為懷 可是大家都跟他戒了 所以你只跟他戒幾秒就還他 所以那藍色的我應該擦掉 看不見 但是沒有關係 我只要去調查 20柱480柱 0.8跟0.2就算出來 主要這邊你有一點高興嗎 還是沒有 就有一種自己好像數學很好 生物也不錯的錯覺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你用一點簡單的數學 然後說真的耶 欸好棒喔 你能體會那種單純的美好跟實驗嗎 當數學是這麼簡單的時候 多麼令人高興 現在你們學很高級的也很令人高興 對不對 因為每一次都是一個困難 都是一個挑戰 你可以把它解出來之後 其實會有那種很欣賞自己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不管 到這邊為止應該OK 有沒有發現很簡單 而且來我再跟大家說一遍到這邊 我們剛剛講p加q等於1 p加q跨的平方等於1 我們從數學的角度來理解它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們 有生物的角度 我們是不是也解釋了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把p加q跨的平方等於1 用數學的角度來理解很容易 但是用生物的角度來理解的時候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p加q跨的平方等於1 其實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幾番方格 熊配子要嘛是大A 要嘛是小A 磁配子要嘛是大A 我們每次講到磁熊配子 然後把它畫進方框裡 請問表示他們在幹嘛 在反值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當我這樣算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算出來其實是下一代的幾率 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這樣 好算出下一代的幾率 那我下一代的幾率的話 那我要怎麼算 我就把上一代的p的幾率帶進來 上一代q的幾率帶進來 然後呢p加q的平方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其實我算是下一代的幾率 然後呢我從這個數據之後 我再算出 那它這一代的a 大A跟小A是多少 然後再一次大A加小A跨的平方 我算出的又是再下一代的幾率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只要每一次經過一個a加b跨的平方 就是算下一代的幾率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代代相傳而沒有不同 答案有人說的不是代代相傳而略有不同嗎 對不對 decent with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 modified 我這樣翻譯有人 對嗎 但是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你一直不斷的往下算 它的基因頻率就是穩定在0.8跟0.2 它的基因頻率就是穩定在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算好 基因頻率是0.8 那麼請問大A大A所佔的幾率是多少 0.64 500株裡面就是320株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描述的是一個同溫同壓同碟基的理想狀況 這個描述的是一個基因頻率沒有改變 一個不演化的ideal population 一個不演化的理想族群 這樣了解 但是在自然界當中 有這種不演化的理想族群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活一活突然不知道什麼原因就死了 它的基因就沒了 它翻家了它的基因就沒了 別人翻過來基因頻率就變了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我們畫幾本方格表示什麼 表示每一個配子碰到的幾率都相同 對不對 表示你的一隻手下去摸彩 不是要摸兩顆球出來各取一半嗎 是不是 可是你想想看 我們剛剛不是說環境變黑 黑鵝變多白鵝變少 你覺得黑鵝跟白鵝彼子之間交配的狀況是怎樣 黑鵝會不會看到白鵝這樣閃亮亮的好刺眼 根本不喜歡跟它交配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算碰在一起也不會交配 那這個基因頻率是不是就不會這麼穩 我們就不能夠寫很可愛的很方便的 所以就寫二強式展開或其反方格 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然後白鵝說你還嫌我這麼亮 你自己很髒還什麼嫌我很亮 黑氣麻烏烏氣麻黑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知道 所以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你要符合這一些條件 你要符合算出來是沒有演化的理想出去 非常困難 因為在自然界當中 不同溫不同壓也不同體積 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樣的不同 看一下147頁的第三段 147頁的第三段 那他就開始來描述 所以首先我們算一個機率 你就要知道 你的樣本數要夠大機率才好算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 那這個其實很特別 這個族群無限大 無限大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對不對 反正就是很大很大的意思 好 因為你在算的是一個機率 你的樣本數一定要夠多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們再看到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 有一點差別感 所以這感覺上好像 有點到的蠻倫上的 成員鼻子間可隨機交配 這大家懂我意思嗎 他的意思就是 不同性狀鼻子之間交配的機率相同 而不會出現我剛剛講的 那個黑色看白色都討厭 白色看黑色都討厭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他這個是隨機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看到 這個族群的基因庫 我講隨機大家聽得懂 就是當你一隻神的手下去 隨便摸一顆出來 然後接下來 糟糕 因為你第一顆摸到的是黑的 所以你第二顆就不能摸到白的 因為黑的跟白的仇視 那麼這個就不叫random mating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random mating的意思是 你手下去抽兩顆酒 你抽到第一顆酒 不會影響第二顆酒被抽到的機率 你如果第一顆酒抽到來是白的 哇 那你第二顆不能摸黑的 因為白的看到黑的就討厭 那如果這樣就不叫random mating 這樣OK 我這樣發音大家聽得懂嗎 random random mating知道嗎 m-a-t-i-n-g 然後配對 random mating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沒關係我等一下會用英文全部念一次給你聽 如果你覺得用英文好玩的話 因為這些詞我覺得用英文還蠻好懂 然後接下來有沒有看見 這個族群當中沒有 遷入遷出 沒有遷入遷出 那我們這邊當然很簡單 就直接講這個遷移或遷喜 族群當中沒有遷入遷出 然後接下來也沒有突變 然後呢 從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他很難去達到 那另外的話呢 課本在這邊只寫了一些 然後翻過來150頁的第一段 又寫了一些 課本把它零星的散佈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這邊又看見了 那為什麼自然界當中幾乎不可能有這個 哈溫定律所描述的理想族群呢 原因就是有沒有發現會突變 有天則 基因會流動 基因會飄變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個基因流動 大家知不知道 基因流動的英文是Genefloor 等一下我會說 我用英文會全部說一遍 Genefloor G-E-N-E 控一個F-L-O-W 那基因流動大家知不知道 從基因的角度來看是基因流動 可是落實到實際的生態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你真的看到基因流過來流過去嗎 那多噁心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的是migrate 就是千移 對不對 你看到的就是千移 好 然後呢 來 基因遺傳票變比較難 我等一下再說 你看你要超在150頁 還是回來147頁 讓我們回來147頁好了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 我們剛剛講同分同壓同比基 這是三個條件 但是對我們這個理想族群來講 有六個條件 你要符合六個條件 第一個我們剛剛說你要算機率 所以它的樣本數一定要夠大 所以第一個 課本有沒有寫 族群無限大 對不對 無限大是一個很難參透的概念 我們就用大就好 所以就是large population size 族群很大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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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一個很大的族群 large population size 樣本數夠多 這是第一個條件 這樣OK 然後接下來其實也沒有第幾個 其實我們喜歡這樣講 接下來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random mating random mating 就是它在繁殖的行為上面沒有特殊的耗物 只要預在一起就是by chance 就是機率嘛 對不對 就像摸彩一樣的機率 所以第一個是large population size 第二個是random mating 大家都有跟上嗎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好幾個no 或者你要講without 都可以 i-t-h-o-u-t 或者是no no什麼東西 no migration no mutation no mutation no natural selection 所以就是沒有migrate 沒有嵌入嵌出 就是immigrate跟emigrate 入境出境 就是沒有嵌入嵌出 然後呢沒有突變 因為你一變機率就變了嘛 然後接下來竟然沒有添責 我上次有問過你添責的英文是什麼 natural selection 對不對 那這個為什麼沒有添責 你想想看喔 今天如果 我隨便舉例好了 假設有動物特別喜歡吃花 然後他一過來吃花 不是花吃 是吃花 他特別喜歡吃花 那一過來之後看到白花 就特別喜歡 然後把白花全啃光 那你覺得基因頻率會不會改變 會啊 白花就死了嘛 白花的個體就沒了嘛 白花的個體所在的基因不就也沒了 你說沒有啊 我只吃花 你把花吃掉他沒辦法繁殖 那跟被淘汰的不是一樣 我們不是講試者淘汰 不對 試者生者可繁殖 不試者淘汰沒後代 那你把花吃掉跟沒後代是一樣意思嗎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喔 所以其實你如果被吃掉 所以在剛剛那個狀況之下 為什麼白的被吃掉 不像為什麼 反正就環金篩選 那這是不是就把它統稱為天責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不能有天責 因為天責會把某一種淘汰掉 那這一種所帶的基因比率就下降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寫了五點 對不對 Large population size Random mating No migration No mutation No natural selection 對不對 我們寫了五點 還有第六點 其實我們一般講五點而已 那但是我們如果要講更多的話 就是第六點 就是No genetic drift 考驗喔 找一個沒有押韻的 不然前三個還有押韻 多好 所以Genetic drift Genetic就是基因的形容詞 或者我們叫遺傳的 G-N-E-T-I-C 叫一個Drift D-R-I-F-T Drift 飄移飄流飄動 Drift Genetic drift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Genetic drift 我們就翻過來看到150頁 所以150頁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我剛剛描述的那些東西 不能圖編啊 然後呢 不能migrate 因為你只要migrate 就表示基因在流動 你剛剛有唱嗎 migrate叫做Genetic drift 所以就個體而言 叫做遺移 就基因的角度來說 這個叫基因流 這樣了解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150頁的最後一段 然後呢 接下來看一看 看到翻 將在第十三之一節再想加敘述 那怎麼行呢 不想等到那 我們趕快先來就翻一下 好 好 我昨天才飛過第幾頁 現在瞬間就忘記 176頁 好 176、177頁 這個跨頁 好 所以呢 我們跟大家講到 什麼叫Genetic drift 什麼叫做遺傳飄變 遺傳飄變就是 發生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導致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這個就叫做遺傳飄變 因為一直超觀就算了 你被我教這麼久 有發現 當我講一句話 像是定義要給你抄的時候 說話的速度跟翻譯的感覺會不一樣 可是你一點敏感度都沒有 我是不是要好好訓練你 我只要這樣 然後講完一次 我就不會再講 你現在就會講 糟糕 這種語調要趕快抄 就類似那種 林真棒 還是不用 這種不用抄 你全部都記得 所以什麼叫遺傳飄變 還是你剛剛也誤會了是不是 你以為我在念課文 什麼叫做遺傳飄變 遺傳飄變 你看課本寫了這麼多話 簡單來講就是 發生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導致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你如果說都是發生 表示我們的修持能力很差 那就一個寫產生好了 產生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使得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因為抄筆基因 知道只要抄幾個重點 除非你那個寫字很快 記憶體又夠大 你有沒有發現 關鍵詞就是 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前面什麼發生啊 因為啊 猶豫啊 產生啊 造死魚啊 根本是因為 那個不重要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導致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這個也不重要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 基因頻率不變 那為什麼它會變 所以它當然是 因為這些原因而發生變化 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像剛剛也是啊 因為牽移而發生變化 因為突變而發生變化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發生不重要 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才是重的 導致基因頻率發生變化 這個你也知道 所以你只要很快來抄一句 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然後前後自己再去補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以後 職業的需求 或者是上某個教授課的需求 你自己就要知道 趕快就要重點 因為它不會停 它會一直講 一直講 你就按什麼 就一直寫 因為你在寫 剛剛講完這句話的重點的時候 你不能因此而漏聽了下一句話 大家知道我會怎樣說 當然最賴皮的方法就是錄音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一錄你就懶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沒錄音 你就會很仔細拿到這裡 如果有一個錄音 那你就開始很懶 那你回去會不會仔細聽 或許會或許不會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一樣的道理就是 如果老師上課放換成片 放頭影片 然後他看你在操作 不要操不要操 我答案等一下會給你 那你就完了 你說會給我 欸 就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整個上課的態度就不一樣 所以你要是有機會去聽別人演講 你不要只會一直問 答案會不會給我 答案會不會給我 千萬不要 那是讓你偷懶的意思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你就避其功於一義 你仔細聽 仔細記 學起來就好了 然後慢慢的訓練自己 不要說我回去再聽 我回去再看 你回去不會聽 你回去也不會看 你回去就算會聽會看的話 其實也不像在臨場的時候 那麼一樣的投入跟那個情境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你們知不知道 沒事就去問演講者 我可不可以要你的答案 是一種掠奪的行為 大家知道嗎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體會 那你們從小就是被拍照拍長大的 是不是 因為你們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你們這個世代是不是已經 從小就生活在美光燈之下 就是 不一定會閃光 就是 妹妹要看這邊啊 好可愛喔 然後就跟你拍拍拍拍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講 還是到現在還是一樣 姐姐看這裡啊 你好可愛喔 弟弟好醜 沒有啦 我也不後面退一句啦 我也不後面退一句啦 還是你很傷心 因為他都說 姐姐你好可愛喔 不像妹妹那麼醜 你就是妹妹 還是這樣子 好啦 我別亂講啦 所以你下次聽別人演講 不要問別人 可不可以要檔案 然後呢 不要在那邊就給人家拍照 我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們有時候可能會習慣這樣 可是其實這樣做不大 好不好 我們扯遠了 快點一句話而已 竟然可以扯那麼久 發生與天則無關突發事件 所導致經比率發生變化 有沒有發現 所以第一個與天則無關 因為如果跟天則有關 他就講天則就好啦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與天則無關的突發事件 簡單來講可以分成兩種 有沒有看今天課本 像這邊有這個bottleneck effect 所以瓶頸你知道嗎 直接翻成英文 bottle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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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大家都會吧 我們以前學過什麼bore effect 有沒有 EFFECT 然後接下來的話 創始者 創始者會不會很難懂 我們以前在生態上有沒有學過 他因為環境壓力 因為競爭 因為蜜食 找棄地的任何原因 然後他就牽出到外面去 那他第一批先牽出去的 我們叫做什麼 或者是就消長的角度來看 先牽入這個環境當中的 被叫做什麼 通常指的是第一選他 如果刺激消長的話 人是草會覺得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那一個東西 但是你想不起來 先驅者嗎 還是先鋒 還是發現者 對 就是Founder或Pioneer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就叫Founder Effect 當然要叫Pioneer也可以 可是好像比較多人用Founder這個字 Founder要怎麼念 F-O-U-N-D-E-R嗎 是這樣編嗎 Founder Effect 所以什麼叫做瓶頸效應 就是出現了一個瓶頸事件 什麼叫瓶頸事件 就是可能有人通得過 有人通不過 講得更精確一點 就是生物力無法 抗拒的天災人禍 這就叫瓶頸事件 那什麼叫Founder Effect 就是在這個母群體 在這個原本群體 所佔據的環境當中 有部分的個體 基於一些複雜的原因 我們不管什麼原因 而有少部分的個體遷出 那他一遷出之後 就到新的地方去落腳 那麼他對那個新的環境來說 他就是先驅者 他就是先鋒 他就是創始者 高級的詞 有人用造詞者 知道哪一個 造詞 造詞條例的造詞 是不是 有人用造詞者 效應 其實都是同一個英文的Founder 好 我們先下個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講了 你們看起來好累 好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 從176頁繼續來解釋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 海版線不差好了 等一下我們講一個 ABO寫集三個基因的 等一下我們下個繼續講 先下個休息一下 下課了 拜拜 我們下課了 有了 海報 兩隻 六隻 六隻 三隻 三隻 四隻 六隻 五隻 三隻 六隻 谢谢大家